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bin的注册与配置 那前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呢 体验了一下如何使用sprint来管理我们的对象 并且呢 我们像ioc容器所要被管理的这个对象了 好 那这一刻的话呢 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如何向sprint注册并以及bin的一些相关的配置 那也是我们这个配置文件的具体的该怎么去写 那实际上呢 我们配置文件呢 其实如果说你后面写的比较多了 对吧 但我们这里的话 你看我这里的话只有一个配置文件对不对 好 可能呢 还会有很多很多一些其他的文件 那文件多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像java这样去给他分分模块管理 好 你看到这里的这里的话呢 有个import 对不对 好 这里有个import 我们可以去引渡一些其他的其他的配置文件 你看有可以可以是class pass也可以是文件 甚至还可以是网络上的 你看他这里还有个htp 对不对 好 现在可以是网络上的好 当然的话呢 我们这里呢 因为只有一个配置文件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不用导入了 就这么一个也不用写多少东西 好 后面如果说写的多的话呢 就用 就那个import 给它导入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 如果说我们要配置一个bin呢 其实只需要添加一个很简单东西就可以了 内面都不用不用指名 你看这里写写了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样光是这样写的话肯定是不明确 对不对 你这个bin它是它是它类型是什么 类型是什么 不知道 类型都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并配来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好 这样写的话 sprint是无法知道我们并配的是哪一个类 之前我们怎么用的 是不是比如说现在我要把sprint 当作并去进行管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是不是我们这里可以怎么样 给他指定一下class 来org.example. 来我们的student 对吧 好 我们点过来看一下 你看他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有有件一个图片 说明他说明他怎么样 是被注册成了成成为了一个病呢 对吧好 注册成为一个病 那我们现在比如现在我要我要用它了 stu dnt 我们就不用6了 就不用6了 现在的话我们要用什么 哎 要通过这个容器来获取啊 就不要再去6了 把那个6的6的那个习惯改改啊 好student点hello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能不能正常运行 你看没问题吧 对吧 是没问题 好 所以说呢 你看我们这个呢 哎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对吧 病好 指定一下类就可以了 表示我们这个病呢已经注册成功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类型的像这个容器去索要病的实力对象了 包括我们前面还演示了这个service 他的两个哎 只要是我们这个容器里面注册了他的这个质类 或者是他这个死线类啊 或者他本身是都可以找他要啊 对吧 他会自动的找一个合适的 根据名称吗 或者是根据这个类型 那我们可以配置啊 根据名称 或者根据类型 自动去找一个合适的给到我们啊 给到我们 好 来我们接下来看 不过呢 在有些时候呢 病的或许呢 可能会出现奇异啊 可能会出现奇异 比如说呢 那现在我们有两个来我们这里呢还是写一下吧 好 新建一个啊 来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我这里呢 呃 学生的话呢 现在他有两个子类 一个呢是这个美术生啊 一个是美术生 好了呢 我们这里再来一个体育生啊 来体育生啊 现在有两种学生啊 有两种学生 两种学生 那么两种学生的话呢 他们肯定会的东西不一样吧 对吧 你会画画我会呃 运动 对不对 好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往这个里面啊 来你看我现在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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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啊 现在的话呢 我给他们 你看我现在怎么写的 我现在怎么写啊 你们你们要知道了啊 比如现在我写一个b 然后呢class等于这个rstudent啊 哎那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这我这里写这么一串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像这个容器去怎么样 注册这样一个类型为 这个美术生的这样一个病啊 对不对好 同样的我再写一个 来我再写一个 class等于org点好 来我们这里呢继续写 好那这样的话是干什么啊 是不是也是向这个容器注册第二个 再注册一个病 然后呢这个病的类型呢是什么 是这个体育生 对吧好 是现在呢 那我们就向这个容器呢注册了两个病 然后呢这两个病呢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 哎 student 他的一个子类 我们当时已经说了 我们这个 如果说我们找这个容器 要这个student类型呢 他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 他是会给我们一个 他的一个子类啊对吧 如果单单也有可能是他自己 那有可能是他自己 但是呢 现在我们没有怎么样 没有去哎把他自己注册成为这个病啊 甚至我们可以把他直接变成abstract 啊 变成abstract 来 那现在的话呢 由于这个容器里面没有这个student 他就怎么样他去找他子类 对吧 找他子类 那他子类呢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art student 一个呢是sport student 哎 那现在的话我们找他要这个student 根据这个student类型去找他要 那你们觉得他会给我一个 他会给我这个art student 还是这个sport student呀 你们觉得他会给我哪一个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这里运行 好 你看到他这里呢 就直接出现报错了 他就直接出现报错了 那这个报错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报错什么意思啊 no unical 病definition 哎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非唯一的病定义 异常 那他说这里呢没有没有什么 没有明确的一个呃 他的一个具体的时间类是什么 你看他这里有有两个有两个啊 他他期待的是什么 只有一个这个具体的注册的一个 对应的一个时间类对不对 真的现在我们注册注册两个病 这两个病呢都是满足的都是满足的 所以说他这里就找到什么找到两个 看来找到两个一个是我们的art student 还有一个什么sport student 是不是这两个都满足啊 他就不知道该给我们哪一个了 是不是现在现在就出现什么 出现奇异了呀 对吧 出现奇异了他们两个都是都符合条件 那我那我那我要给你哪一个呢啊 所以说这个IOC容器呢 并不是呃 这个全自动的 有些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这个呃 一些特殊情况啊 好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病定义不唯一异常 很明显啊因为我们要获取的是student 但是呢 此时有两个病都是满足这个类型的 他们都是他的子类 那此时呢IOC容器不知道给我们返回哪一个病 所以说呢 就抛出异常了 因此呢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个病 并且呢使用类型进行获取的话呢 那我们就怎么样 哎只能明确了啊只能明确了 比如说我这里我需要的可能是这个美术生 那就怎么样 我们就再明确一点 我要的是这个 来我要的是这个美术生 好那现在的话他是不是就知道了 对吧 哎美术生的话就只有一个符合了啊 就是就是他就他自己对不对 好那比如说现在我我这里要体育生 那是不是我们这里就改一下 这里好 那我们现在要的是这个这个类型的一个 来病 那我们是就拿到了 是吧 啊但这里的话呢 他们都都继承了这个hello这个方法 所以说呢哎 这个方法看不出区表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哎那现在如果说我们两个病的这个类型 是一样的呢 啊我们两个病的类型是一样的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 所以说这这种写出来有有点蠢 来比如说我这里steunt 哎我这里呢也是使用的啊 注意这个抽象抽象类是不行的 来抽象类是不能注册为病的 因为他他都不能这个直接6嘛对不对 好来我们这里呢来看一下 你看现在的话我注册了两个病 这两个病呢他们都是steunt类型的啊 肯定很多小伙伴就有疑问了哎 你这个有什么意思啊 这两个都都一样 我为什么不直接只用一个呢 你这两个一样有什么区别 好可能呢会有一些区别啊 因为我们 呃后面呢还可还还需要配置一下这个 呃病他的内 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steunt 可能他里面还有一些属性对不对 那可能不同的病呢 他这个属性就不一样 比如说我这个名字 对吧来比如他们这个名字可能不一样 对吧好但是呢 他们确确实实是我们注册了两个病 那他们类只是类型一样 那这个时候怎么区分呢 那类型一样怎么区分呢 那现在现在现在两个都是steunt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直接要的话 肯定他是不不能清楚到底用哪一个了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好如果说现在通过这个类型的方式 没办法了啊 通过这个类型的方式没办法了 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给他起个名字 来你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个name啊 然后用id也是可以的 用name 比如说我们给他起一个steunt1 他的名字叫steunt1 好然后呢我们这里再起个name 好他的名字呢叫steunt2 哎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他们两个就相当于是怎么样 名通过这个名字的形式分出来啊 对吧我们之前是不是说了 通过这个名字也是怎么样 也是可以获取到这个病的对吧 好来你看现在我比如说现在我想 我想要这个steunt1号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输入这个steunt1 就可以了对吧 你看他这里就都有提示啊 我们直接点过来就是对应的他 对吧那比如说现在我想要这个2号呢 是不是就对应的是他了呀看到没 那就对应的他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啊 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名字来区分的话呢 即使这个类型是一样的 他没办法通过这个类型去判断 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通过这个名字去判断 看到没啊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他起个名字 但id也是可以的id也是可以的 好内蒙属性呢其实就是为这个病呢设定一个独一无二的名称啊 id属性也可以跟内蒙他的功能是一样的啊 但是呢他这个id呢他会检查这个命名是否规范啊 好不同的病的话呢他这个名字不能相同的啊 这个名字相同的话呢就出问题了 比如说我也叫student2那可不可以呢 你看他就出黄标了看到没 他说这个病的名称啊有重复啊有重复的话 有重复的话呢 哎这里会出问题啊你看 所以启动的时候就报错了啊 他说我们这个这个里面呢 这个student2呢是不是已经被这个上面这个病给他使用了啊 所以说肯定是不行的肯定不行的这个内蒙呢 他是一个独一无二了他是只能有一个的 好接着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好虽然说这两个病的定义呢是一模样的也没什么区别 但是呢这确实是哎两个不同的病后面的话我们讲了哎怎么去配置他的一些属性之后呢 呃你们就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了就是他们类型的是一样的 但是呢他们的属性不一样啊所以说在这里有两个病 好我们呢可以可以这个病起名字当然呢也可以呢起别名就像我们 像我们我们可能有一个名字对吧 你的大名叫什么名字啊可能在家里面呢哎你的小名哎又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好我们还可以给他起一个别名啊啊但这个其实都是为了方便啊 一般的话呢我感觉是很少用的来我们给他起个别名啊来起个别名 好起别名的话呢来我们看一下怎么用啊来这里呢有个叫 Alice好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起别名啊起别名啊我们这里呢需要单独加个标签啊不能在这个里面写啊 我们需要单独加一个标签来比如现在我想给他啊想给他起个别名可不可以呢 哎可以哎我这里还是把它改成这个吧来我们上面的这个就体育生吧 那student啊不改一个改一个 来sportstudent啊artstudent啊 好的现在的话呢可能我们觉得哎这个名字太长了能不能起个小名简简简单一点好可以直接给他起个别名就可以了好首先呢比如说现在我们想给他起个小名好那么就把他名字填去啊填去然后呢小名的话呢就就叫art啊叫art 来哎这样的话是不是感觉用起来要方便一些啊对吧我们给他起个小名啊那么看一下哎起了这个小名之后呢哎是不是可以依然可以正常的去 通过这个容器拿到啊来我们给他起个小名 好现在的话呢哎也是可以点过来的你看点过来就直接定位到他了啊所以这个idea还是非常聪明的啊 啊你看 所以确确实实是这个拿到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artstudent对不对啊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啊但这这些都比较简单啊其实这些配置的话是不是感觉 还还还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挺能接受的对吧也不是很难啊但主要是这个思想比较关键啊这个思想的话如果说你转脑子转不过弯的话就很麻烦啊这一张如果说你脑子能转过来这个弯的话呢就非常简单了啊后面东西东西学起来都非常简单啊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看那么现在的话又有新的问题了那IOC容器呢他创业的病呢是只有一个还是每次所有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对象了来比如说现在我们这样写啊我们现在呢这样去写我还是把它改一下好现在我们有一个student啊来student 好现在呢我们注写了这样一个病啊这个很简单吧这个应该都看得懂了吧都写了这么多了好现在就注写了这样一个病啊注写了这样一个病好现在的话呢我直接去找他要来student class通过这个类型去找他要啊通通过这个类型去找他要好找他要了一次之后呢我还不够我还要再要一次我还要再一次来是呢二吧这就一啊这个二那你们觉得我们这两次 通过这个容器去获取的这个病的这个实力对象 这两个是同是不是同一个对象啊他们两次拿到的是不是同一个对象你们觉得 啊我们这里来一个来画个等号啊 我们来比较一下 来我们来比较一下看一下他们两个是不是 拿到的是同一个对象啊 好我们这里来运行一下 好我们发现呢他拿到的拿到的呢 确实是同一个对象啊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找这个容器要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他给我们的始终都是什么 始终都是同一个对象啊 默认情况下呢 他给我们的始终是同一个对象 哎是不是感觉有点像我们前面 前面好像没没没讲啊 那个设计模式里面讲的那个单力模式啊 就感觉有点像啊 始终都是那个 无论怎么找他要 哎拿到的都是那样一个 好这个其实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什么呢 默认情况下呢通过lc容器管理的病的 都是 单力模式的啊 这个对象呢只会被创建一次啊 只会创建一次 之后我们无论怎么样 只要是这个病那么 我们拿到的都是同一个对象 啊都是同一个对象了 好所以说呢 默认情况下呢是这个单力模式 好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改了 现在我希望每次拿到的是都是一个新的 然后每次通过找这个容器要的时候都都要一个新的 哎那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我们给他改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给把它的这个 scope来我们这里修改一下 默认情况下呢 scope呢是这个singleton就是单力 我们呢可以给他改成什么呢 你看上面有个叫什么portotype对不对 portotype呢是原型模式 是原型模式啊方便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叫他多力模式啊就是 哎 就是会每次获取的时候呢 他都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好 我们这边再来运行一次 来我们再来运行一次 哎你看这个时候就怎么样了 是我们两次拿到这个对象就怎么样 这都不一样的呀 对吧你看第1次拿到是他第2次呢拿到他了 看得没是不是不一样的呀 这里返回的也是什么返回的也是force了 对吧 好所以说呢这两种模式 一种是单力一种是原型模式 原型模式的话呢每次要都是一个新的 单力的话呢始终都是那一个 始终都是那一个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型模式 实际上当病的作用域为单力模式时呢 那么他呢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创建 就是容器这个加载的时候呢就会被创建啊 我们之后的拿到的话 拿到的都是这个对象了 而处于原型模式下 那么这个病呢 他的这个实力对象 只有在获取的时候 才会被创建啊 只有不在获取的时候才会被创建 那也就是说单力模式下 并会被IOC容器存储 只要容器没有被销毁那么 使对象将一直存在而且原型 而这个原型模式下 才相当于我们 要用的时候直接溜了一个新的对象 并不会被保存 懂了吧 就是这两种 这两种 好 但是如果说我们希望单力模式下的病呢 不在一开始就加载 我希望也是我们要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对象的才去溜他 而不是这个 就是我们 在这个创建的时候 就创建这个容器的时候 读取这个配置 他就他就创建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搞呢 然后这个是怎么搞 我们可以给他配置 配置一个懒加载啊 好但我这里呢还是先给你们 呃 来 public student 来 我们来观察一下 我被 创建了 我们通过打印一下 我们来观察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是这个 我们先把它弄成单力模式啊 单力模式的话 默认就是啊 可以不用去手动指定 好默认是单力模式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在到获取之前 我们打印一句 或开始获取 获取 好我们看一下这两句话 哪一句先打印啊 来你看 是不是我被创建了 是怎么样 先被打印 那就说明什么 说在这 这一句之前 这一句之前 这里的时候 就怎么样 就是我们这个容器创建的时候 他就已经 已经怎么样了 已经把我们这个使用的对象 给怎么样 是不是给创建好了呀 看到没 这已经把我们这个使用的对象 给他创建好了 所以说呢 他是在一开始就创建好了 我们或许的话呢 直接就拿到了 其实这样的话呢 效率是 会更高一些的 因为一开始就给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要的时候直接拿 就不用再去创建了 是吧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希望他一开始就创建 我们要的时候再创建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啊 那么这里就用这个lazy unit就可以了 lazyunit就是懒加载 懒加载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的时候 他才给我们 我们要的时候才给我们 好我们这里呢设定为真 他默认的是fals 默认是fals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什么 你看获取的时候 然后呢才怎么样 是不是获取的时候 再怎么样再去创建的 看到没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那你说 现在不是单力模式吗 他是不是确实只会创建一次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又来获取一次 我们又来获取一次 又来获取一次 你看他是他怎么样 是不是只是被创建了一次 后面就没有被创建了 看到没 虽然说我们这里获取要两次 但是呢如果说是原型模式呢 咱们给他改一下 来scope改成原型模式 原型模式的话怎么样了 是不是我被创建了 我被创建了 对吧 并且的原型模式也是要的时候才给 对吧 我被创建了 是不是被创建了两次 这两次的都是不同的对象 就这样的 懂了吧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利益的 还是比较好利益的 就是 需要你们记的东西的有点多 这一节课呢 这个你们 要记的东西的比较多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多去写 为什么我一开始推荐你们不要 一口气学完 因为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杂七杂暴的太多了 你们 一定要去记 记不到的话 后面越往后面学 前面就一开始忘 好 因为单独文下都是有 但是呢 这个加载顺序呢 我们并不清楚 比如说现在 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 我现在有两个病 有两个病 一个呢 是这个teacher 一个呢 是这个student 好但是呢 我们现在希望这个什么呢 希望这个teacher 他先被加载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病加载的话 他会怎么样 他会 去把我们这个 可能会去把我们这个 对象给他创建出来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希望他 按照顺序来不要不要先去 创建这个student 先把这个teacher这个对象创建出来 这个时候怎么搞呢 这个时候怎么搞呢 我们可以给他添加一个 depends on 这样一个 属性 depends on 就是告诉他 他是依赖于另外一个病的 依赖于另外一个病的 他呢必须在另外一个病加载之后再加载 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他的一个顺序了 好但这个我就不演示 你们自己去试一下 你们自己去试一下 就是一个加载顺序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一刻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我们这个病他的一些 基础一些属性 什么揽家载 scope 对吧 作用域 包括他的一个圆形模式 单立模式 还有他的一个类型 内吗 底盆子 还有这些属性 好那么下一刻呢 我们会继续讲解一些更加高级的东西 我们会继续讲解一下 我们会继续讲解一下 我们会继续讲解一下